第三個您問到0.002到底怎麼回事 那我想剛剛衛福部個案的後續請給我們中央跟地方給時間 那我想從行政院從食安辦立場來看 今天假如有一個檢測食安出問題 我們當然很重視 所以我們要整個去釐清 要確保我們食品鏈供應鏈是安全的 這就是我們過去兩天很努力在做的 我們還沒有準備去過年再抽樣實驗室 現在還在驗 確實就是真的在替國人去把關 這個是我們所在意的 那至於個案您講到這個0.002後續怎麼處理會依程序一 法律上面該怎麼去判斷 然後怎麼樣來確保台莊市跟台唐的相互的權益 這樣子 好,謝謝 還有沒有請問來這邊請 不好意思一平然後我想問一下 我也只有三個問題就是說 針對第一題就是說 因為那個民進黨立委有 就是建議台唐對台中市府提告 所以不曉得會不會對台中市府提出提告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就是說 因為消極會認為這件事情打擊了 就是雙標章也就是CAS跟TAP的雙認證 那不曉得說 未來農業部會怎麼就是取消這個疑慮 然後第三就是因為過去就是曾經發生過就是進口雞蛋可能標示產地為台灣 還有10月也有爆發出就是豬肉原產地標示不死的問題 那外界就有質疑說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混到的使用瘦肉精的進口豬肉這樣謝謝 好那個我剛好雖然是我個人啦 我在講這個商業上面沒有這個飼料添加物的這一個商品 所以這個在我們在管理上面要先排除 那他剛剛提到的我從第三個來講 他覺得是跟雞蛋跟這個豬肉扯上來去關心說 我們是不是有混到進口的瘦肉精 請我們在邊去逐批檢驗 好我這個等一再請 好來來來 好我現在鄭重的跟大家說明 一定要說混到什麼東西 這個事情是很嚴厲的指控 我想第一個就算是進口 我們現在進口的豬肉我們都是逐批百分之百的仇批 目前都還是 那我們都沒有檢除了 第二 我們國外他在飼養也許有人用的是萊克多巴胺 但是我沒有聽過有人用西布特羅在養的 今天萊克多巴胺跟西布特羅 他雖然都是大乙型受體的大類 可是他是完全不同的物質 我想這個不能混為一談 絕對應該沒有這個事情 那個有關於控告的事情 我想第一點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把真相查出來 所以我們最急的是真相 而不是指控 所以我們會儘快的把真相給查出來 而不會任意指控 有關於提到的這個 這個履歷跟CS的一個標準的部分 那剛才其實有提到就是 我們在排除相關的可能的一個一個情況 就是有沒有污染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時就進到信工的這些 那個信工公司 那信工公司他同時負責土宰跟他的一個分切 那剛才也說了 他在屠宰端的時候 當是在屠宰台塘這批肉的時候 只有台塘的豬進去而已 並沒有其他的豬進來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相關的這些規程裡面 都是符合他的相關的一個程序 那至於說 因為整個履歷本身 他有很多很多行政的一個細節 但是至少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這個整個履歷的過程裡面 他並沒有牽涉到跟食安問題有關的 好 還有沒有來吃 後面 東森新聞提問想要問說就是 剛剛有講到那個檢驗的方式 那現在那個台中市府 他們有一個最新的回應說 現在他們有經過三次的復驗 然後總共加起來有三次的檢驗 然後都是有超過 都是有檢出的 那這部分的話 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那可能是檢驗的方式 或是之後會換一個不同的實驗室來做檢驗 好我想針對這個檢驗的部分 這件事情我們還沒有收到台中市正式的 那這是根據你的回應說 他驗的三次都是有驗出嘛 那當然我舉個例子來講那如果是假設我是說假設我再三強調假設假設這個這塊肉他是受到污染 那他再怎麼驗都是有那這些我們都不了我已經我再一次強調我只是假設說這些問題我們都要經過是不是給第三方再驗一下這第一個第二個是不是我剛講重現性的問題他不會是只有一塊肉這一塊有其他所有的周邊的都通通都沒有不會是這樣子的所以這個是需要一個現實的判斷跟實驗室的判斷那另外就是說實驗室的問題我們實驗室也會主動跟台中市的問題 因為我知道這是他們實驗室的自己的實驗室的所以我們可以再溝通一下看看哪一個環節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所以剛剛這個這個徐主任也跟我們講說需要一點時間我們去處理好不好謝謝 好現場還有沒有問題朋友要提問的 來這邊請 還是想要提問一下就是關於說那個45件的那個樣品啊我們就說都沒有驗到嘛但是呢就是他可以是同批號同一天屠宰分切的都沒有問題但是我們去到這個南競這邊的這個續職場的時候我們能夠保證說因為那個當時那個豬應該都已經被屠宰分切了所以也不會是當時的那些豬我沒有辦法確定回溯說就是當時的豬就完全沒有問題嗎這是我的第一題 好嗎第一題第一個 好第二個 是然後就是關於那個0.02的部分我們的解讀可能會比較像是中學誤差值還是說是未陽性的部分還是說這個水解的過程是出問題我們比較傾向是哪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們早上有跟這個台中要檢體嗎那台中這邊的回應就是他們有怎麼樣的說法嗎 第一個是怎麼樣拿到同批號的 我要說明齁我剛才講到同批齁這邊講了一個他是同一個來源牧場就是南競牧場他同一個屠宰場齁然後因為他是剛才講的在信工我們查了他的整個的一個文件有沒有他是同一批租進去的齁那同一批租進去表示說當時在飼養的時候是在同一個飼養場用同樣的飼料去飼養的 那共用同日的土宰最重要的就是同一個批是他有一個溯源碼他有一個溯源碼齁所以不會說是不同來源的租廠齁用共用一個溯源碼齁所以這個溯源碼如果是一樣的話就是同一批齁同一批的東西而且是同時生產的東西齁所以這個部分大概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來我想檢驗是0.002這個我剛講說需要一點時間去處理齁那大家可以看到你看這個整個過程當中他有很多關鍵的步驟啦齁比如說剛剛這個副署長強調顧向萃取夾的進化齁是不是有做完整 那這些都是我們去要去探討的齁那到底是不是這個確實是這樣子齁那呃我想這個部分是科學的問題那0.002他的確是我想我相信台中市他的確是驗出來有這樣子這個數字 可是這個數字的解讀因為他太接近這個這個極端的值所以還要再多加的考慮齁我想這個時候我們也不會妄下定論齁我們會再繼續的去跟他們做討論齁 呃還沒有收到他們回應好嗎謝謝 不好意思聯合報提問就是那個台中這邊有電出是三次都是檢驗出但我們中央這邊都沒有檢驗出嘛那想問一下說是不是我們檢驗的方式台中跟中央是不太一樣的那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呃一樣剛剛講的這個方法而且實驗室都是經過TAF跟TFDA雙認證的實驗室每年要發芒樣去的好原理上面方法是一樣的 呃請問現場這邊請 記新聞提問不好意思想請教一下那台糖公司這邊會不會覺得說因為這一次好像這個還是有一點檢出的過程還是有一點多深嗎 會不會覺得說好像因為這兩三天的風波會覺得好像台灣豬有點被污名化 或者說有沒有統計目前為止到現在 因為有一些是統統都下架回收 那目前為止到現在的損失 或者是有沒有估計大概要 有沒有想要要求賠償這樣子 謝謝 謝謝我們媒體朋友 我們還是靜待相關的主管機關來查明真相 那因為台坦本身它是個公司也沒有公權力 不過我在這邊是要特別要說明一點 剛剛也有媒體朋友問說 因為台坦公司好像第一個時間就有提到說是分切廠商 那因為在星期五的晚上的那個當下 我們應該是有媒體朋友有問我們的叙子事業部的同仁 那當然叙子事業部的同仁他會說有可能拿幾個方向 所以在這個當下還沒有確認之前 那我真的是要跟星宮公司代表台坦公司說聲抱歉 因為目前建國中央續產會的檢驗的結果都已經出來了 那在這裡還是要再強調一點 在這個過程裡面如果啦 然後如果那因為台坦公司是沒有公權力啦 我們公權力都是在主管機關 那麼主管機關在檢驗出 認為說檢驗出有這個微量的這些職的時候 如果可以找台坦公司來說明 我覺得會更加的頭善 因為台坦公司每年每一季 在去年我們就自己一季一年四季只要四次 台坦公司就檢驗了六次 我們可以把相關的數字跟台中市政府來做一個說明 但是很可惜啦 因為台中市政府也沒有找台坦公司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遺憾的 但是我們尊重台中市政府的公權力的執行 那麼也靜待主管機關的調查 謝謝 請問現場還有沒有媒體朋友要提問 來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有說到要把真相查明 那但是因為這個影響到我們時的一個就是疑慮 所以不曉得說有沒有壓一個時間表說 大家不用 別擔心就是我們已經把上游來源 我們各步驟都釐清了 那如果還有發現 因為現在全台灣的各縣市的衛生局很多他都在宴 因為我們再來處理 我們現在已經兩天內就把現在這一則的風險是釐清了 我要講的是這樣 因為我們所在意的是這樣 然後0.02的這個我們後續程序該怎麼辦就會怎麼辦 讓很專業的去討論 這個沒有關係 所以下一次又有發現有當然我們重新啟動啊 那再來找問題啊 好不好 好這邊請 我想問一下說 就是當時台中 台中市政府檢驗出來的時候 是否跟中央有相關的回報 那回報的那個時間軸是怎麼樣 有沒有辦法幫我們簡單詳細的說清楚 因為想要知道說 就是中央是否也有跟 台中市政府這邊來做提醒 然後就是說還沒有確認的這個訊息 是不是不要急於公佈 或者說要等查明之後再公佈 那那個時間軸的發展大概是怎麼樣 想要知道一下 謝謝 程序等我們查清楚之後 好我們在明後天假如還有 相關要說明的我們來報告好嗎 你們有沒有要補充 你有需要講嗎 好那這個部分我們在2月2號 接到通知的時候 因為他是下午的可能5點半 左右接到食安窗口那邊通知 那我們一樣也是通過食安窗口這邊回覆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可能檢驗的一些濃度啦 還有就是說以往也未曾出現過 所以我們一樣通過食安窗口部分回覆 但是後續還是有接到台中市這邊 已經把新聞稿發出去 以上報告 好謝謝 請問還有沒有現場媒體朋友要提問 你聽說不可以拜託 你聽說不可以拜託 你通過檢案窗口 那他們說要不要罰罰嗎還是怎麼樣 不是不是 我們 我們 我們有一個這種通報機制 那這個會把檢驗結果會寄出來 可是通常會有一些像農藥各種的案件 但是極少就會有發新聞稿的 縣市就很直接的發新聞稿都還沒有做進一步的這樣子 所以剛剛方監署所回應的是這樣說他看到了之後他有跟台中希望他們進一步的確認 但是後來發現新聞稿就已經上去了 我們並不是只有這個通報 我們是隨時農藥啊 雞蛋啊 都有通報的 請問現場媒體朋友 相關部長次長還有要補充嗎 好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先這樣 辛苦大家謝謝 是 不是 我們 你可不視 我們 來 我們 大家 我們 還有 你 我們 zo 我 我們 我們 把它 阿 我 我是 我 我 我 它 我覺得 沒 沒有 健 В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时事新闻不露阶 一刀未减 新闻看得更完整 国际重大事件 Catch时事最新脉动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诧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塞制 TX睡水着子快速備上滑 各位长官及媒体朋友大家好 本次记者会将向各位说明猪肉剪出 以形受题书西布特罗之查验结果 今日出席的长官为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徐夫主任 农业部陈俊继代理部长 经济部曾文生政务司长 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吴秀梅署长 外福部王毕胜王司长 以及台湾唐叶杨明舟董事长 首先邀请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徐夫主任向各位媒体朋友进行说明 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全国的国人同胞 那很抱歉 今天在星期天晚上 特别请大家加班 因为我们今天所报告的这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的台糖的猪肉验出这个西布特罗瘦肉精的这一个事件 是我们全国国人很关切的 那我想说从星期五就是前天的下午台中市发出新闻稿之后 其实我们在当天就启动了这一个跨部会的查验的方式 那到了昨晚还有今天中午都有一些初步的一些结果 那我们等等会 顺序大概是这样 我们会先听农业部的报告 然后卫福部的说明 然后才来是 冰计部的这个说明 简报之后 然后会请三个部会的部长次长来补充 然后这样的程序结束之后 就会开放给现场朋友来QA 好不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 请程序请司宜来 好我们先从农业 那接下来将用农业部的动植物防疫检疫署邱垂章处长为各位进行简报说明 谢谢大家 各位长官 各位媒体记者李治先生大家好 那接下来由我报告农业部 针对市售猪肉检出以及受理数的部分 扩大清查的检验结果 下一场 那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动物药的监测 包括农方跟 威福部两个部分 那农方是做源头管理 那 上市前农政机关来做管理 上市后是 卫生单位来做管理 那动物药药是农业机关核准使用后 卫生机关基于人体安全定性残留农取量 那以生产方面来讲的话 国产续勤跟产品 通过拍卖市场到屠宰场 这方面是农方做管理 那之后批发市场 零售市场到消费者 是卫福部来做管理 下一张 那动物药的监测分两个部分 农政单位是在续食场及屠宰场 对租资样本去做抽验 不符合规定的话 那我们就暂缓上市 依法查处猎管辅导改善 那卫生单位的话 就市售的续勤产品抽样 然后不合格的会通知农政主管机关 依法查处 并做后续的猎管辅导改善 那下一张 农方近五年来 在租资乙行受理数的监测结果 每年大概监测六千件 五千九百件左右 那监测五年的结果 我们通通都没有发现 有异常都是百分之百合格 那下一张 那我接下来报告 我们这个案子的处理 处置措施 用持续来跟各位报告 那今年的一月 一月十五号 一月十五号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 他到国防部的福利事业管理处 台中福利站 采台糖的国产猪肉 那今年的二月二号 台中市食品药物管理处 透过食安单位的窗口 也通知我们农业部 当场当晚他就发布新闻 就说新闻稿就说明 猪肉检出这个西部特罗 0.002ppm 这个检出 那农业部我们当晚 我们就立即通知 嘉义市的防治所 对于南进蓄脂厂的这个部分 进行移动管制 并且立即采样 采样株枝雪青十五件 毛发三件 蓄脂厂飼料三件 好 那 昨天也就是 二月三号 我们农业部也通知嘉义县政府 抽取南进蓄脂厂的 飼料七件 那台糖公司 也自己送了 肉品样品有六件 这是同日生产的样品 那青空公司也送件三件 续产会也启动新冬公司 检验集合 采样台糖下架的肉品两件 还有新工公司库存的 台糖肉品有两件 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部里面也请续产会采集 下架台糖公司回收的肉品有四件 这个部分是同批号 同日屠宰 同日分切 同来源南进厂 同品项 也就是说 跟台中市政府 他们检测的是 同一个 同一个检体批号 那另外 我们房检署也到 新工公司屠宰场 进行机查 检视屠宰作业 还有HACCP等相关文件 然后查该场 有没有异常交叉 污染的情形 那今天 农业部 在所有的台糖养竹鸥鸢肠 肉猪场 有9厂 采样猪的血清 毛发 并且送实验室检验 那台糖在 在這些養豬廠的飼料,還有供應台糖飼料的兩個飼料廠也一併採樣 那我們剛才講的這些檢體,一共有45個樣品 目前都沒有檢出乙型受體素 那我們檢驗是依據衛福部食藥署公告 不得檢出的21個乙型受體素來做檢驗 那檢驗項目就剛才跟各位報告的項目 那我們再從各個豬汁、毛髮、飼料、肉品、屠宰場 我分別在論述 跟豬汁、血清、毛髮、飼料 這個也都沒檢出 那包括我們到了嘉義縣政府來源台糖公司 南進去織廠做豬汁的血清、毛髮、飼料等等的 包括血清15件、毛髮3件、飼料3件 跟他的飼料有7件,通通沒有檢出 那另外同批的肉品還有業者自行送檢的肉品 也都沒有檢出乙型受體素 包括剛才有談到同一來源、同一屠宰場 同日屠宰分切包裝同批次的肉品、樣品也都沒有檢出 那其他的檢驗項目也通通都沒檢出 那屠宰場分切作業的實際情形 我們也去查核了信工屠宰場 那未來像今天我們也擴大清查了台糖所有的肉豬場、酒場 那目前已經完成採樣送檢 那未來我們會提高全國肉品市場租資的抽檢數量 過年前我們會以5倍的量再做普檢 那另外我們會持續跟衛生單位合作強化牧場端跟市場端的監測 共同守護國人的食肉安全跟權益 那做一個結論 就是這段時間所有我們對台糖租場生產的租資 我們進行了密集的監測 通通都沒有檢出有乙型受體素的情勢 那這部分我們跟農衛雙方啊 我們會持續來監測把關 消費者應該可以比較安心去購買 國產的優質的豬肉 那也再強調就請各位消費者 我們做了很多的檢驗 目前都沒有檢測出乙型受體素 所以也請消費者安心來購買我們國產優質的豬肉 那以上報告 謝謝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邱垂張署長 為各位進行的簡報 那接下來我們請到的是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林金副林副署長為各位進行簡報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晚安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晚安 接下來由衛福部食藥物署對於這個事件做一個進一步的報告 首先我們來報告食品中以形受體素的檢驗的流程 我第一個要特別的強調 這個方法是食藥署公告的檢驗方法 而且它在肌肉的LOQ 定量極限是0.001ppm 那在這個案子台中食藥署檢出的測值 在肌肉是0.002ppm 相當的接近 在檢驗的科學裡面 對於這樣一個非常接近的素質 必須要非常的順重 要再三的確認 我們檢測的步驟 有六大流程 第一個會對樣品做均勻的均值 然後 做蹭重兩克以後加入萃取域 接下來會做高速震盪萃取 要把裡面的這個瘦金萃取出來 然後再做酵素水減 接下來 會對於這個樣品做淨化 故鄉萃取淨化 如果淨化程序沒有做好的話 其實就會有很多的雜訊跟干擾 所以在分析的重要的步驟 第一個要能夠萃取的出來 再來充分水解 這個步驟 淨化的步驟非常重要 會影響到你的測值 接下來是上機 LG Mars Mars意向成熙串連直譜儀 非常的精準 那最後會是出數據的報告 那接下來要報告的是 衛物部跟地方衛生局 這10年來 103年到112年 我們在所有後市場的通路 包括製造工廠 包括供應飲食的餐廳 還有民眾會去購買豬肉的所有通路 傳統市場 超商都會去抽驗 檢驗了10年 累積19,300件的檢體 包括有進口的4000多件 國產的有15000多件 通通未檢出瘦肉精 所以 我們曾經說過 台灣豬肉沒有瘦肉精 接下來要回到這個 台中市實安處 所檢出的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國產的梅花豬肉 效期是在 2024年 6月10號 檢出 西部特羅0.002ppm 很接近我們的電量極限 案內的產品 總共生產了2730包 重量是每包300克 總重是819公斤 這些產品 我們已經督促各地方衛生局 要全面去監督下架 目前回報的回收的數量是165包 那最後要特別在這邊跟各位報告的是 十安法的規定 十安法第三十九條特別強調 市民業者對於檢驗結果有意義時 可以在15天內 向原抽驗機關 申請赴驗 這個就是要保障整個程序的客觀公正 所以 我們 在這邊要特別強調 如果對於一個檢驗報告的結果 非常接近LOQ的時候 就是定量極限的時候 第一態度要非常的謹慎慎重 不管是後續的行政作為 或是要廠商可以 依法提出意義 十安法都有規定 所以我們建議這樣的行政程序 要特別的強調要能夠完備 以上是衛務部的報告 謝謝林副署長的簡報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台灣唐業公司 楊明中董事長 會進行簡報書明 你是先生 還有我們國人同胞 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是台唐的董事長 那我今天從高雄北上 到這邊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提醒我心情是相當的沉重 心情相當的沉重 要跟國人同胞報告的是 台唐公司從事養豬試驗 超過70年 那麼在這70年期間 從來不曾被驗出有藥物 那麼在這一個事件裡面 剛剛我們的農業部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衛福部 都已經有做一個報告 我們都接受主管機關的這個檢驗 那台唐公司本身 其實我們心裡非常的淡定 為什麼呢 因為 有沒有用 只有自己知道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台唐他是強調的是一個安心屯 那麼台唐又是一個國營的事業 我國營事業我的同仁絕對不會去做違法的事 也不會去做違法的添加物 不管是在飼料端 不管是在這一個 這一個在蓄子裡面的養殖端 或是在後續的分切的時候 我們都遵守相關的規範 那麼我們的這個衛福部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農業部也好 檢驗的也都是非常的嚴格 尤其我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由在去年6月10號的GP 南競廠的GP 我們在一年裡面 按照規定是每一季都要將這個分切肉 送這個檢驗 也就是說一年是要送四次 台唐在去年總共送了六次 那麼在這六次裡面 公正的第三方的檢驗 21項的乙型受體術 從來沒有檢出 也就是說我跟各位 還有國人同胞報告 就台唐從事養豬70年來 從來沒有被檢驗出這個藥物 也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國營事業 是捐負國人同胞的健康的這個重責大任 台唐公司不會也沒有動機 也絕對不會去做這些違法的事 這個是在國人同胞面前 我以董事長的身份 向國人同胞保證台唐絕對 在豬肉方面的這個安全性 那麼我們台唐這個安全 那個安心屯標榜的就是 第一個沒有動物用的藥物殘留 第二個絕對不會使用 所謂的瘦肉精 尤其今天所檢測出來的 所謂的西部特樓 這個是非常專業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絕對也不會有自己外面的 這個動物用的藥物殘留 所以要跟國人同胞報報的是 可以安心的 那麼在一次事件發生了以後 我們在禮拜五的晚上 接到這個通報 就已經立即 雖然我們知道我們本身 絕對沒有用瘦肉精 但是也第一個時間 依照相關主管機關的指示 全部都下架 這個肉品 下架這個肉品 我們也都做了妥善的保存 以備後續的各方面的查驗 跟這個檢視 所以在除了下架以外 我們在昨天禮拜六 昨天的中午的1點06分 也以電子公文向台中市政府的相關單位提出赴驗的請求 所以相關的動作 台唐都有在做 那麼除了這一個以外 我們我跟國人報告的去年一整年 或者是過往的七十年的這個檢驗 都是合物規定的 那麼在這次事件發生了以後 台唐公司本身 將我們不管是南競廠 或者是我們其他的廠的這個豬肉 也都主動送公正的第三方去做一個檢驗 也都完全是21箱的乙型塑體素 完全是零檢出 所以在這裡要非常語重心長的跟國人同胞報告 這是一個非常科學的一個問題 檢測的數字有沒有 是一個非常科學性的 台唐本身也很自豪也很自信 絕對不會辜負國人同胞對於食品安全的這個期許跟期待 我們是會堅持這樣子做下去 但是經過這一次的事件 我真的是希望我們台灣 這麼小小的一個島嶼 人口也只不過2300萬 大家一定要能夠同桌工具 不要留意相關的一些不理智或者是情緒性的 這個是我與台唐公司董事長的身份 真的是非常語重心長 尤其是經過禮拜五晚上禮拜六跟禮拜天之一 兩天多的這個 可以說是煎熬 我們也坦白說 我台唐公司剛才給各位同胞報告 我們沒有用就是沒有用 絕對經得起考驗 但是在等待檢驗的過程 那個都是真的是一個煎熬 那我們也非常的謝謝我們中央的續產會 農業部透過這個檢測 也終於還台唐的清白 那麼在這裡再次呼籲國人同胞 能夠安心的使用台唐的產品 能夠安心的使用台灣本土的豬肉 謝謝大家 多謝 謝謝台灣唐業公司楊明中董事長的說明 接下來我們將邀請到的是 農業部陳俊進代理部長為各位進行說明 各位美女朋友大家晚安 那農業部其實針對我們國內的整個農產品 農業部跟衛務部持續的針對上市前跟上市後 做一個嚴格的把關 最主要就是要確保我們國人 市的一個安全 那從這個事件在2月2號 台中市政府在幫忙發布新聞稿以後 其實行政院的實安揮報 辦公室其實非常重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日晚上 其實我們就啟動了一個跨部會的一個 一個專案的一個查處的一個作業 那農業部其實 從剛才的簡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農業部負責的部分是在前段的部分 那我跟各位說明的是 整個豬肉從豬場到肉品的一個上市 它第一個部分是在豬場 所以我們在查處這樣子一個 西部特羅這個已經受體素 可能出現的這個點位 我們在釐清這個事實的時候 大概分為幾個部分 像這邊向各位說明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養豬場的部分 那養豬場它最有可能的一個來源就是飼料 所以我們在昨天在2月3號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啟動了所有的這些調查 包括南競場本身的這些這些養豬場 那這些養豬場本身的 不管是它的血清它的毛髮 甚至它的肉本身 我們都有相關的一個取樣 那同時也針對飼料的部分去做取樣 那這樣一個取樣的結果 大概包括同一天同一個來源 同一批的這些樣品 我們都經過檢測了 那到目前我們所檢測到的45件樣品 完全沒有這個乙型受體素 這第一個要跟各位說明的 那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也在懷疑 它有沒有可能是一個交叉的一個污染 那透過我們CAS在查證 在整個履育產品的一個查證的過程中 也發現說 同一批就是台東市政府所檢出的這批肉品 它當時在 在屠宰以及當時在加工的時候 都是只有這批產品進到屠宰 這批產品進到加工 它並沒有同時去屠宰不同畜牧場來源的注資 所以換句話說 因為只有那一批 台唐的這些豬肉進到屠宰場 進到分切場 沒有其他來源的時候 所以我們也排除了相關的 整個的一個交叉污染的可能性 所以透過整個的回溯系統 那透過整個的一個交叉污染的一個查處 我們都確認說 台東的這批肉本身 包括我們採取的 跟台東市政府本身 所生產同一天同一批 同一個品項的樣品 那這個樣品我們送到 也是符合我們認證實驗師 認證的一個實驗室去做檢測 那檢測的結果剛才也說了 所以在這邊我想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結論就是 在整個的一個畜牧場本身的一個採樣 是完全沒有檢出這樣的一個來源 那針對肉品的部分 我們也取樣了相關的同一批以外 也採取了其他來源廠的這樣的豬肉 也同樣沒有檢出 那在飼料的部分也是沒有檢出 所以換句話說 這整個的一個檢測結果 是整個台灣的這個養豬的一個產業 特別是在台東的這樣的一個養豬產業 它並沒有有任何的一個 西布特羅本身的這個已經受理數的一個檢驗 這個是未檢出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也呼籲我們所有的國人 因為過去兩天很多媒體一直在一直在懷疑 可能是飼料的問題 可能是豬場的問題 那我們經過我們農業部一一的查驗以後 的確是沒有檢出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我們所有的國人 過年快到了 大家都在購買整個年節 或者是準備我們年節的產品 那也歡迎我們的國人 能夠安心的來購買我們國產的 優質的一個豬肉 那以上做這樣的一個補充說明 謝謝農業部陳俊敬代理部長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衛生福利部 王必勝王次長為各位進行說明 好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我想我這邊代表衛福部 那做一些補充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這個檢驗的部分 剛剛已經有秀出來 就是它的這個最小的 可以檢出的值是0.001ppm 那我們這一次減出來是0.002ppm 已經是到這個機器的這個極限 這個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第二個就是西部特羅這個東西 這個所謂的乙型受體 其實是很少見 那它的價錢應該是相當昂貴 我們在人藥的部分 動物用藥都沒有在用這個藥 那唯一有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所謂的檢驗實驗室 作為標準品 那這些都是透過這個 這個特殊的管道來做進口 那我想在過去的十年之內 我們的乙型受體的檢驗裡面 都沒有檢出這個 這個豬肉這個部分已經有 一萬九千多件 都沒有檢出 更何況是這樣子很少見的這個 西部特羅這個藥 第三點 我想實安法剛剛講第三十九條有跟有說 就是我們今天檢出那廠商有異議的時候 它這個在十五天內 它可以提出來申請復驗 那這就是要也是互相的一個這個保障 當然我們也知道行政機關有它的考量的時候 也許它會這個提早去公佈這個結果 那這一次我們其實因為檢驗值它非常的這個低 濃度非常微微弱 那所以我們食品要務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 是不是要再更這個審慎一點 那做一些這個調查 那再做公佈 那但是台中市政府就進行公佈 那我想台中市政府一定有它的理由 那我想可能各位記者先生也是再去問一下台中市 它這個急於公佈的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那這是我想這樣子的極端的低的值 當然有很多種可能性 那包括實驗室的問題等等 所以我想審慎一點是比較好的 當然這個維護食安是政府的責任 食安很重要 那可是民心安定也很重要 那麼農家守法廠商的權益也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些判斷的時候 可能還要再更慎慎更小心一點 最後一點我要補充的是 科學最重要的部分是重現性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也發文給這個台中市政府 希望他把原檢體 那也給我們 那我們來幫忙 食品要白銀署來幫忙驗一下 除了這個更重要的是 我相信如果是乙型受體 那我剛剛農業部也講 最可能是在飼料 那它不會是只有一塊肉裡面有 周邊的這些產物 就同批次的同農場 照理說也應該有 這是科學重現性的原理 我想所以我再補充到這邊 謝謝 謝謝王次郎說明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 經濟部曾文生市長 為各位進行說明 好各位晚安 那經濟部作為台糖公司的主管機關 事實上 星期五這一個新聞 一見報以後 我們馬上跟台糖就取得聯繫 那台糖也做了幾個必要的工作 我想這一個事件 有兩個面向 剛才衛福部市長說明 首先第一個面向是科學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子來確認 就這個乙型受體術事實上 是不是真實存在 就是這一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面對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它現在還不能夠確定說 它是一個確定檢查的結果 因為有另外45個檢體 看起來是沒有的 那這樣子的訊息 事實上對社會有什麼衝擊 我們該怎麼做 那我想第一點 台糖公司事實上把這個訊息回報以後 就馬上自己開始自主做一些反應 那我想有幾個重要的工作 一它把所有現在 在通路上可以找得到的產品 全部下架回收 同時保存 就是剛才王市長提到的 如果我們同批次的肉品 還要能夠做再次的檢查 能夠去確認這個科學上檢查 能不能重現 那其實台糖公司已經努力的在 把所有的這個同批次的商品 做了保存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很重要的 台糖公司很努力的在跟 國人做說明 剛才董事長講得非常懇切 台糖養豬養了70年 事實上 養豬這個事業 對台糖來說 我想今天 農業部和代理部長也在這邊 台糖從過去到現在 出租的時間 都常常是要跟國內的市場需求配合 它扮演了一個國營事業 跟不同的部門一起合作 穩定國內物品供應的一個角色 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很多重要的一些物料也都是這樣 那在這樣子的角度之下 事實上 台糖公司 做了另外一個努力 就是當國內的食安 受到大家普遍關注的時候 台糖公司提出了 安心豚這一個產品 事實上他們很努力經營 台糖的同仁很努力經營 他們希望透過台糖這個國營的品牌 能夠為國人提供一個 可以被信任的產品 這個努力一直都在做 那我們非常希望 不要因為一個還沒有確定的事 台糖公司一定會接受最嚴格的檢驗 來將這個事件 最後真實的結果跟真相 透過各種單位的檢測 給國人一個真正的真相 但在現在 我們希望所有的真實狀況 還沒有百分之一百確定 最少現在有其他反面的例證 是未檢出的例證 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 有過多的捕風捉影跟猜測 這些過多的捕風捉影與猜測 會摧毀的不只是台糖的信譽 它會摧毀的可能是國內肉品的信譽 更可能摧毀的是國人對台灣的信任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如果可以 我們希望給多一點時間 相關的單位非常努力的在採樣檢測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些積極的採樣檢測之下 趕快讓這件事情水落石出 那我想 這也是我們選擇在禮拜天的晚上八點 開記者會最重要的原因 給主管機關一點時間 我們一定會把真相查清楚 一個十億分之二的濃度 的一個檢測結果 我們實在值得我們用更審慎的方式 來面對它 謝謝 謝謝經濟部曾次長的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將開放各位媒體朋友進行提問 好 我是 先補充一下 我想一個 豬肉裡面被驗出瘦肉精 那它不可能是從媽媽來 要嘛是飼料 飼料的添加物 要嘛就是這個 屠宰分切的 過程 這我們在禮拜五晚上就開始去分析 所以我們在 發現這個案件之後 事後就一一去排除 好 那這剛剛 相關 部會都有報告 那我想要 說明的是 是就我所知道 這個 西布特羅這一支藥 全世界 並沒有 商品化的飼料 添加物 好 那所以也從國外的這一個報告裡面 從來沒有全世界沒有被豬肉被驗出來 所以一開始沒有 所以讓我們整個很懷疑說 為什麼會在最後會出現 所以我們要很嚴格去把關 就從上游開始逐一去盤查 我們後續的相關的擴大 我們會在未來幾天甚至過完年 會再逐步的去 請國人 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開放現場提問 請 來 來 前面請 不好意思 自由時報想要提問 雖然剛剛王畢生次長已經說明 這個如果驗到有瘦肉精 如果有驗到就是會整頭豬都驗到 當然是再請進一步說明說 這種西布特羅這種乙型瘦體豬這種瘦肉精 會只存在於 某一頭豬的梅花肉片這樣特定的部位 會不會驗到是不是全部的部位都驗到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剛剛也有講到說 依照食安法的第39條 就是受理機關應該要在三天內進行復驗 但檢體沒有適當方法可知保存者得不受理之 那台中市府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檢體 就依照你們食物的經驗 它是不是可以經過適當保存 還是沒有辦法適當保存 可以 然後再來也想再請問說 依照這樣子過去檢驗到這種肉品有所謂的違規禁藥 都是這樣出驗就進行公佈嗎 還是通常會經過一個怎麼樣一個比較審慎的程序 因為這畢竟是很重要的民生基本物資 謝謝 好那個第一題由我來答就可以 枕頭豬的肉會驗出來不會有瘦肉 那應該脂溶性的它脂肪也有可能會有 好都會有 那第二個是台裝市到目前應該會有一個保存程序沒有問題 那第三個需要那個嗎說明嗎 15天的 不好意思 一般來說一般來講就是我們會等等這個15天 那等他提出赴驗假設他提出那我們就再驗 看是不是確實是這樣子 一般的程序是這樣 但是我剛剛也講 行政單位他有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但是我不知道台中市的考量是什麼 但是我沒有跟他提出說 因為這個是極低的值 那可能會不會有一些這個所謂的實驗室的相關問題 偉陽心這些都要考慮 所以可能要慎重一點 不過他可能有他的考慮 那你們再問他的考慮是什麼 來前 這邊 大家好 我是上下郵新聞記者 有三個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問題想要請問台糖 就是台糖說我們不要捕風捉影 可是台糖在第一時間就發布 就說問題可能出在屠宰場 那我們後來發現其實台糖人就在現場監看 那怎麼還會出這樣子的一個揣測 那其次我們不太理解就是說 現在我們去南京圖畜牧場驗 零檢出 可是你沒有辦法回溯到半年前去檢驗 所以這樣子的邏輯是什麼 沒有聽得很清楚 第三個我覺得國人最想要知道就是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 反正這個 0.002PPP 到底是從哪邊來的 現在的可能性可能會在哪裡 這可能是國人最想要知道的 謝謝 好 我也先幫忙打 第一個 對台糖來講 他的上游他都可以自己去把關 好所以他第一個時間 他有可能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 確認到說 有可能會有那個的 有可能是 是那個屠宰分切 安慰 好這個 可能是這樣子的 你聽不懂 這樣子 就是說他可以自己去把關的是在上游 好然後下游 雖然您剛剛講說他有派人去看了 好但是他 他認為唯一沒有在他的現場可以 完全的可以 去掌握到的 好是在這 這一個部分 好不好 剛才提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查處的這些是現在市 然後你覺得說 當初那一批都是過去市 我第一個要跟各位說明的就是 我們在整個的一個查處的過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 去取得跟台東市政府 去抽檢得到的這一批 同一天生產同一個品項 同一個貨號 同一批市的 我們拿到了 好我們拿到了那樣的一個批次去檢驗 所以相對的他是 針對台東市政府 本身的一個部分也是 當年就是去年六月屠宰的那一批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包括在衛務部 在過去的例行的檢出 跟我們每一年齁 大概有五千九百件 將近六千件的檢出 我們其實例行的檢測都有在做 包括所有的隱形受理術都有在檢測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其實就是在 平常就是在做我維護的一個把關 那我們也取第三個就是我們也取得了 就是跟台東市政府檢出的同一天生產的 但是不同蓄子廠的 同一天生產但是在不同蓄子廠來源的 因為台東市政府所檢測的是南景廠 那同樣同一天生產的 有所謂的屏東的大響二廠 還有其他的廠 那因為台東的整個飼料的一個供應系統 他是由中央系統統一供應的 所以說如果是因為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相對的在當時的同一天生產的豬肉 也應該會被檢出 那我們也取得了這樣的一個樣品 那這樣的樣品也沒有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的所有檢測 包括剛才我們的审辦許副主任所提到的 我們用排除的方式去做一一的排除 包括養豬廠 包括它的飼料 甚至於我們現在也抽它的相關的飼料 也是沒有相關的問題 以上說明